现在很多网友喜欢把演员分为流量明星 老戏骨 但还有一部分演员 他们要说年龄还称不上老戏骨 要说流量又比年轻一代差一些 这些人其实就是很多剧的支柱 就比如说今天要聊的樱桃 他就算中年一代中很有演技的演员 想必很多人对于他的了解 都是从五妹娘开始 一颦一笑 一举一动 可真称得上回眸一笑百味声 但他的成名其实要早很多 2003年 他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 当年他就凭借毕业作品《我在天堂等你》 甚至一举获得了五个奖项 包括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 后来他表演之路也是非常顺畅 揭拍的很多电视剧都好评如潮 而在2017年6月 樱桃更是凭借鸡毛飞上天 获得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最佳女主角奖 作为主演过杨贵妃《逆史》 《延安爱情》 《温州一家人》 《假如幸福来临》 《鸡毛飞上天》等经典作品的女星 她虽然没有赶上年轻一代追星的热潮 但在中青年的心里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但你有没有这样一个发现 樱桃的嘴唇好像总是烂的 这个烂看起来就像上火后破了结痂一样 如果她在某部剧中 有这样一两个镜头也就罢了 可随着网友的观察发现 她在所有的剧中都是这样 难不成她有什么尚未公开的影集 其实对于这个事情 她之前就有过解释 嘴唇上也不是烂了 而是在那个位置恰好有个痣 她以前就考虑过去除痣 可因为位置和大小的缘故 被告知无法去除 所以就一直保留着 不过这个痣的存在 也算是樱桃的一个标志 让她在这个明星泛滥的娱乐圈里 有了独特的标志 而且嘴唇看起来有巴的造型 也让她在饰演一些艰苦创业的角色 是更加贴切 所以这个痣也被她当成了富贵痣 说起来这个痣真的是樱桃的事业痣 从她毕业到后来的各种作品 她算是娱乐圈里走得最顺的一位 而且随着年轻的增长 她总能找到最合适的剧本来演 各种奖项也是悉数到手 唯一能够影响她的 说起来也就是家庭了 说起来樱桃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 当时是和一个刚刚回国的富商 在对方的猛烈追求下 他们连年后步入了婚姻 可这段感情只维持了一年多 就草草结束 不过在离婚后 她的前夫又被爆出有经济问题 这个事情或多或少 还是对她有一些影响 那几年的时间里 樱桃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在很多人以为她已经隐退时 她又突然带着一部作品 回到了大众视野 《爱情的边疆》里 樱桃挑战18岁到80岁的巨大跨度 也并没有让人感觉有违和 也让樱桃重新成为了 此类影视剧的抢手演员 说起来有能力就是服一般 樱桃嘴上的痣 可能真的自带服气 品毒娱乐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